我们来看这个马可夫链 也就是转移矩阵 这就是一个对角化非常重要的应用 马可夫链他先要描述这样问题 就是说现在有两种状态 例如说高收入跟低收入 那高收入跟低收入他可能就是会转变 有可能明年还是在高 0.7就是高到高的几率 0.3就是高到低 0.2是低到高 0.8是低到低 就说这个状态的改变 我们可以用一个矩阵的形式来写 那我想要问的就是 如果照着这个状态持续下去 很久以后到底会如何 那要算这个n次方 真的就很难算 因为a的结构很复杂 如果a是一个对角矩阵 那就很方便了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找一个p 使得a它可以变成是一个对角矩阵 那这样子再把它稍微移向之后 就得到a其实会是pdp反 所以我们要找 就求alm次方 这时候呢就是pdp反写n变 可是这样写n变 这样子写n变之后呢 矩阵不可以换 但是它有结合率 中间可以先 中间可以先算 所以这中间都是p反接p中间都不见了 所以就变成了pdnp反 因为中间还有n个d 那这个p怎么找呢 这p其实就是从那个特征向量去找 av等于lambda v 也就是去解a减lambda i 乘上v等于0的非0解 那所以这个我们就把它减过来 这是0.7减掉lambda 那这也是0.8减掉lambda 那这边是0.2减0跟0.3减0 所以这里就造写 乘上这个xy等于0向量 所以我们要解这个lambda 那这个lambda就是 这个lambda就是去看 这一个a减lambda i的行列式 那这个就是它的称叫特征多项式 所以它特征多项式 我们就把它乘开 这两个相乘 然后减掉0.2乘0.3 那再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就会得到lambda平 减1.5lambda 加0.5等于0 那解出来lambda 一个是1 一个是0.5 那我们这里稍微停一下 让大家想一下 就是说 这个对转移矩正 转移矩正 它的特征值有什么特性呢 对 测证矩正的特性 这边有一个细节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就说 这里1 对 1是这里的结 这是一定吗 还是说刚好呢 对 这边就值得去思索 那另外 其实另外一个根 另外一个根的绝对值也会比1小 这个也是转移矩正的特性 那为什么转移矩正 对 就是说这里直行相加为1 就可以保证这样的特性呢 那要稍微来想看看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